汤斯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灰狼与联盟龙头火箭的季后赛首战中场以101比104席贵狼性区大将汤斯 此一是他生涯首场季后赛 不过全场九头三中仅得八分赛后 灰狼总教练西波多 Tom Fiboda也表示汤斯需要打得更积极点 西波多指出火箭队于汤斯的防守策略运用两名防守球员去包夹相当成功 西波多表示当你知道对手在包夹你时 你必须不断跑位把球传出来 想办法抓进攻篮板 同时你也要卡到好的位置让对手不易包夹你 因此在场上不断跑位相当重要 汤斯本季仅有两场比赛得分低于八分 此一他出赛队中最高的40分钟并抓下12篮板 赛后汤斯受访表示 我始终相信我的队友 相信他们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分 我们拥有许多充满天赋的球员 如果我能尽可能再帮助他们更多的话 我们将会表现得更好 今天与汤斯对位的火箭中锋卡培拉 Clint Capella给了汤斯在生涯季后赛首战震撼教育 攻下季后赛新高的24分12篮板 另外还送出三火锅 对此火箭主帅当东尼 Mike D.Antoni赛后也大赞卡培拉 他真的很了不起 我一直认为他是被低估的球员 在我眼里他是联盟中最好的中锋之一 对此火箭主帅